每日铃铛我要听 每日铃铛每天听 神的话语在我心 要纯迹在我心 要纯迹在我心 Amen 你有没有曾经在服事当中 真的忙到一个地步 你就觉得真的 连饭都顾不得吃 甚至觉得被人家说 你真的太疯狂了 你知道吗 耶稣也曾经这样 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的第三章二十节 耶稣进了一个屋子 众人又聚集 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 大家都渴望耶稣的医治 渴望耶稣的帮助 所以众人拥挤他 耶稣他没有办法 连饭都没有办法吃 我不知道对你来说 你觉得你很在意自己的 这个吃的饭 你自己的权益受损吗 还是你真的愿意为了主 有时候真的 那个服事到一个地步 我们真的没办法吃饭 我们也没有去记得 这个时候要吃饭 我曾经听过在复兴聚会的时候 他们整晚 整晚一直的敬拜 一直的聚会 甚至于连睡觉 连吃饭可能都忘了 神的同在 使人忘了这一切 那我鼓励大家 我今天想选这个经济节 是鼓励大家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第二个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的第四章 十四到二十节 其实这是很经典的经文 洒种的人所洒的就是道 神的话语 神的道 神一直把 借着每一次的主日信息 借着我们所听的信息 他把他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里面 他渴望种在我们的里面 那请留意你是哪一种呢 那洒在路旁就是联听了道以后 撒但立刻来把他洒了 他心里的夺了去 也就是放不久 入旁的放不久 那那个道在你的里面 有没有存留呢 第二个 撒在石头地上的 不过人听得到 好欢喜好快乐的领受 但是他心里没有根 不过是暂时的 极致 未到受了欢难 或是受了逼迫 立刻就跌倒了 第二个 哇 听到道 好觉得好棒 好扎心 好感动 可是没有根 什么叫没有根呢 因为他没有把这个道 继续的放在他里面 让他生根 没有把这个神的话语 继续的放在他心里 主绝 祷告 可能你听到这篇道 你觉得好棒 好棒 然后觉得就没了 很多弟兄姊妹是这样子的 好 就觉得好棒 我今天天天好感动 甚至我掉眼泪 掉完眼泪 然后就没了 所以为什么内在生活 是需要操练的 不是只是听而已 它是需要花时间操练的 第三个 那撒在荆棘里的 就是人天到 后来有世上的私欲 钱财的迷惑 和别样的情欲进来 私欲进来 把道挤住了 就不能结实 哇 真的在他的里面 他看到这个环境 他没有办法 继续的走下去 他看到这环境 没有办法的顺服神 这个环境 把他绑住了 世上的私欲 钱财的迷惑 别样的私欲 我不知道 前三种你是属于哪一种 我真的求主来祝福 真的是撒在好桶 好土上的 好地上的 我要奉主的名祝福你 你的土壤是好的 好的 是能听得到又领受 而且能够结实出来 是可以结实的 那个果子是可以长起来的 有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 我真的渴望 好不好 我们花一点时间 你可以安静一下 那你在下面 你愿意留言 告诉我们你是哪一种 你的土是哪一种土 那你会怎么办 怎么去改进 愿神祝福你 阿们 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喜欢的话 可以帮我们分享 愿神祝福你 拜拜